哈喽今天是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我是陈蔚 昨天盘后呢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公司UiPath是发布了最新的财报 那这家公司现在的股价依然是处于一个明显的下行通道中的 但不少人都在关注这只股票 那我们就结合财报来看一看这只同样被ARK基金大幅买入的股票 他们财报中是否展现出投资前景什么新的变化 那先看财报 在截止10月31日的第三财季中 UiPath的收入是达到了2.21亿美元 同比增幅达到了50% 这要比第二财季中的40%的增长又有了进一步的加速 那其中更多的收入数据显示 年化经常性收入 也就是ARR是增长了8.18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58% 略低于上一季度的60% 但依然实现了12.5%的环比增长 另外就是净增加的年化可持续收入 也就是Net New ARR是达到了9.19亿美元 同比增速是42% 高于第二季度的33%的增幅 那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指标它剔除掉了流失的客户收入 和原来的ARR相比呢 衡量的是可持续收入增长的有多快 而不是到底能够变得有多大 那由于这个指标更多衡量的是公司的运营效率 因此我会觉得这个指标的重要性要更大一些 所以从各项细分的收入指标来看的话 UiPass的收入增长依然是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的 不过UiPass在这个季度中 没能延续之前一个季度每股盈利转正的表现 再度出现了每股亏损 每股亏损是达到了0.23美元 表现差于预期的每股盈利0.11美元 主要就体现在了营销费用继续攀升 那亏损的增加也在经营现金流上面得到了体现 这就令投资者对他们的盈利能力 以及自身造选能力的担心是进一步加重了 但好在截止10月底的时候 他们的现金及等价务依然是高达19亿美元 几乎和7月底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就看得出他们的流动性依然是充足的 结合他们的流动比率高达5.76 同时还几乎没有任何的债务负担 因此尽管现金流依然是没有转正 但现在还不用担心他们未来发展和扩张的资本 那整体来看的话 虽然说销售和营销成本令人担忧 但如果公司能够吸引客户 长远来看依然是能够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回报的 UiPass的总客户数量是同比从7830多个 增加到了9630多个 增幅大约是23% 因此财报整体展现出来的是 UiPass的表现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那另一方面 到2024年的时候 华尔街预计的是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也就是RPA这个市场的潜在规模 是有望达到300亿美元的 那这和UiPass现在的收入规模来看 依然是具备着极大的增长空间 那毫无疑问的是 人工智能将成为商业世界中 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UiPass正好也是处于这种市场转变中的 因此长期基本面对于UiPass而言 我觉得依然是不错的 但现在依然需要小心竞争的风险 这点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UiPass尽管已经是这个领域的领头羊了 但他们的营销费用仍在不断的攀升 现在有两家公司对于UiPass的领先市场地位 是形成了直接的威胁 一个就是微软 另一个就是ServiceNow 尤其是需要小心ServiceNow 他们是更加纯粹的SaaS公司 也是更加直接的竞争对手 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的话 这只股票现在除了竞争风险以外 现金流和收支表上的双亏损局面 令他们收入增长带来的利好影响是大打折扣的 盈利问题依然会继续成为困扰投资者信心的关键因素 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这样的公司就不会很受到资金的青睐 但失销率方面他们现在已经又进一步的下降到了30倍的样子 而三个月前大约还是45倍的样子 因此估值方面已经变得相对合理了不少 杀估值的风险就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那技术面看的话 记得上次在9月初第二季度财报公布之后 和大家分析UiPass的时候分享过 短线股价是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跌的 初步的下行股价目标是看向50.61美元 但我们后来看到在这里出现短线的反弹之后 股价在11月初上摊100日均线失败后 又重启了跌势 跌破1.382延伸为这个初步股价目标后 现在在1.618延伸为43.88美元 试图去构筑一个新的底部 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关注这里的支撑效果 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借此真正有效突破 5月份开启的这个下行通道 最后总结一下 现在的情况下我会觉得UiPass的估值 和他们现在的市场地位是比较匹配的 虽然说盈利表现成为了他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但至少他们的产品服务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市场的验证 因此这支股票是有风险 但依然有着基本面的支撑 对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感兴趣的投资者 是可以关注一下这支股票的 那明天在经济数据方面 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毫无疑问 就是美国的CPI数据了 那这次的CPI数据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因为美联储将在12月14日到15日召开他们的货币政策会议 那根据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计 美国11月份的CPI环比预计将增长0.6% 同比预计将增长6.7% 而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10月份的CPI是同比增长了6.2% 创下了30年来最大的增幅 但考虑到油价虽然近期是下跌了 但是下跌的时间比较晚 无法避免汽油和核心价格的大幅上涨 那二手汽车的价格也在迅速的上涨 以及疫情反复之后 机票和住宿价格也在上涨 因此11月份的CPI可能仍然会大幅的上升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令市场担心 美联储更加鹰派的情绪升温 从而就打击到股市的投资情绪 那另外明天还可以关注的 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 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可以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有我参与开发的 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市场动态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